Hello 我是LukLukLuk 今次講講新關女4次元怎樣打 稱號挑戰我竟然打完了 而今次女和表哥4次元最大分別是這個 6星以後強化的條件 在這個條件之下 各位是想看什麼的 我知道的 是這一隊嘛 惡狼藍隊 OK 上一次無傷完這個4次元之後 6星的惡狼一定是今次關鍵的 即是暗戰機編成來講 所以4惡狼之下一定有個最大加成 但可惜的是 可惜的是這一隊就不是特別穩陣 而且是太過難砌 畢竟是要100顆紅幣 所以我想就不是那麼容易模仿到 因此最終就砌了這一隊 登登 就是這一隊 是更加穩陣的暗戰機編成 砌完這一隊拿稱號的話 我想是十拿九穩 好簡單介紹一下 首先戰技 4前代性 神Q拿計成是火勇 下一位 第二位是惡狼 1號惡狼計算是無限龍 好 雙解放 下一位 第二位 2號惡狼計算是無傷盾 不是 輕減盾的loop OK 勝十字盾 第三位 冥底神都是你了 EVEN不是六星寵 但這隻太厲害了 雖是寧與吾余嘉誠都要入一隻冥底神 覺醒上解放 潛伐五條路斯 OK 第四位 最後一位 都是六星一隻很厲害的角色 是就野花紙 4XP上10C 上串燒 潛覺潛伐解消珠 不是解轉轉轉 計成是這把 伏黑衛武裝 肉血 OK 而隊伍章方面用花卻強化 情報方面是19XP 連著對面是23XP 轉轉時間變身後是13秒 13秒是很長的 耐性幾乎全齊 是武毒耐性 OK 武毒耐性都不太重要 而你一邊暗戰機隊長是這樣的配置 SB加回三個血強化 是這一把 空和龍武裝 OK 編成就是這樣 而打法方面是怎樣呢 那現在就示範一次 GOGO 說回這次挑戰吧 畢竟進入時間的線 各位看一點 真是可以知道邊層剩下幾秒 因為這次45分鐘就不算特別長 都不是說短 但時間管理是一定要看著的 首先開回老師 用老師畫一下技 再來 勝10次盾 順序一定不可以錯 好啊 假如先開回輕減盾的loop 再開回五條老師的話 那盾就被Cover了 好 變身之後 再斜轉一下 坐回技 最後開回加速無限龍 再轉回兩吋暗 撥回輕減就OK了 撥回來大概10萬左右 好了 這個時候戰技都變身了 變身先轉回一段 轉回一次的全版面 留回另一邊就下滑線變身 OK 但力度都很高的啦 畢竟這隊伍佛力是很瘋的 如無以外都是秒了 OK 第二關 第二關太抽什麼了 光還是暗呢 是光的 假如光中回暗級收的話 就可以直接leave了 因為這一隊又是沒有第二層屬級的對應 所以假如中暗就不如離場了 這一次我抽光就OK了 直接秒啦 但我這裡開早了技 應該開回命底神技來解回手指先 但我開錯了技 雖然這下硬吃一次手指 但影響就不大 第三關才解回手指 命底神解回手指 開回戰機 開回輕減盾 最後一下 破傷級 這樣就可以 轉回兩吋暗 三吋暗可以秒了 好 一吋一秒 毫無問題 第四關的地王 這一關都是送給你 完全沒有什麼注意的 再開回戰機的現行 隨便轉回幾吋暗都可以 兩吋暗還是三吋暗就喜歡了 好 再第五關 暗戰機打回這一關是很舒服的 特別六星寵的buff來說 臥狼這隻是太大buff了 因為六星的強化是全部三為三倍 那這裡三隻 惡狼和花子都是三倍的 而其他的隊長和命底神就沒有的 好 最後一下開回戰機 又開秒了 前面是完全沒有東西要注意的 總之就順著來 完全沒有東西要煩的 好 魔法師這一關都是 戰機 然後三吋暗 正路就什麼都頂攻 花子的好處是六星之外 他的覺醒都很適合戰機 串燒加上雙十絲 所以兩三吋暗都頂攻 OK 第二回合就有個 死人轉轉 這個轉轉都是啦 不要解住 我們下一層先解 這一層硬吃 三吋暗 什麼都行 OK 第七關 這裡開始是中層BOSS 中層BOSS 有什麼位置要注意呢 現在就說回 首先這一隻要注意的是 這裡我們一定要利用一個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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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暗珠出來 這裡的轉轉一定要轉回齊珠 轉成怎樣為止呢 轉成... 這樣吧 是這下啦 全部齊之後呢 開回暗戰機 擺明是很多暗珠的 還有臥狼 開完之後呢 開完之後呢 擺明是只有暗珠加上深珠 變相是兩色陣 雖然轉轉轉轉 但是都容易轉一點啦 好 那我決定在右邊這裡轉回貫通 所以就卡回兩邊的位置 最後一下 在深尊這下 下回來 就這樣啦 轉回個漂亮的版面 10C 兩吋 什麼都行啦 這對火力是完全不擔心 下一關 這次是抽... 越讀 越讀就好一點 帶蛇就煩一點 因為帶蛇Lock板 Lock板的情況之下 就要開回命底層來解 而假如你不幸地是連續斷珠斷色的話 即是沒有暗珠的話 就要迫著開埋花之技 因為兩招都是一班技來的 然後這裡我轉回3吋暗 其實就什麼都死了 都是啦 這隊暗寸燒夠多 3吋暗 弄到死 劈毒 BYE 第9關 今次抽... 抽這個冥 冥咩神就忘記了 但是第一回合是秒不到的 所以就先開技 先硬定一回合 第二回合只要是不搞火珠就可以秒 搞火珠的話就開回命底層啦 今次好彩就搞水珠 是不怕暗珠被人斷色 而版面夠3吋暗就可以秒 天降L字 現在是靚的 好三吋暗之下 再見 簡單東西 第10關 第10關抽這一隻就要... 嗯...要注意一下 好了 因為另一隻可以開回花紫或者冥底層 而這隻呢 要開回惡狼 然後這裡最好就轉回... 個... 第一回合是見草珠的 但是這裡我呢是... 你看到我是... 我是轉錯了 我底是爛了 我底是歪了 我這一刻撞了 因為無緣無故就... 轉了全盤 本身過半血的話就只知道了 但幸好竟然地... 今次沒有被人迫害 好... 是剛剛好半血以上 所以各位記住這個火力啦 2吋暗就這個位置 3吋暗一定不好 3吋暗一定會炒車的 既然這個位置我們都可以轉回3吋暗來秒 好...我們這裡是4吋暗 4吋暗呢... 都什麼都死的啦 但千萬不要嘗試秒,這個秒不到的 11關我是抽這隻光的... 魔法師 那打法是簡單的 我們先轉回2吋暗在不開技之下 千萬不要開技啦 看看啦 2吋暗不開技 加上10C的火力會是怎樣呢 2吋暗不開技 OK,是很美帥的傷血啦 這也是精算師一個技巧 第一次千萬不要開技 第二次開技,命底神 解回手指先 假如玩四惡狼隊的話 就解不了手指的 所以變相是難玩些,這隊有冥底神容易玩些 然後我們轉回心環牌一定要的 解回死人轉轉 然後兩吋暗都不錯火力 所以之後就可以儲技 最後這一下又是一個什麼都秒的節奏 戰機好,好在轉珠時間是非常之長 13秒,在沒入到任何手指武裝、劍色手指章之下 13秒轉珠,是很爽的 好,下一關就是稀石關 12關 而稀石這一關是比較想像的易打D 因為是沒什麼特別煩的行動 而撥過來也不痛,所以幾乎是送給你的這一關 但是聖十字盾有技之後都可以召開技 畢竟盾Loop是可以保持開的 而稀石方面有一個怪要留意的 就是暗那隻滅手神 滅手神是會Lock版的 而假如開始被Lock版有無珠的話 都是開回命底神技 花子技是盡量不要開 盡量啦 因為是課回第十三層 下下層的屬級用的 假如開完技又撞正 暗的吸收的話 都頗煩的 好,這裡三回合秒 反而儲回三回合技 算是不錯啦 十三關 假如那位都是這個Pattern 就很不幸 畢竟是有吸收 假如沒有花子繼承的伏克技 是會輸的 但今次前面我是沒有開過花子技 所以甚至撞到這一隻也不怕 而假如沒有吸收技要怎麼打呢 可以好像我這樣轉回兩寸暗先 盡量不打到半血以下就OK啦 雖然我這麼想 但天狂呢 是不會放過你的 所以今次我都是不幸地一開波 就過半血啦 死爹 我連技都沒有開 竟然過半血 那吸暗之下呢就煩一點啦 這個時候假如你沒有吸收技就輸了 而我就儲回技了 只要開個... 吸收技 那兩回合就OK啦 多輕鬆的啊 所以只要你是肯煮回草技那個... 哥爾式呢 正路不是脫珠迫害的話呢 即是連續脫珠迫害啊 這隊是很穩真的 好 在吸收技之下 兩關秒 十四關 是三時 三時是可以秒的 大概三四寸暗就可以秒的 但是這裡我打的時候是不夠信心啦 我是怕秒不到 所以是打算先上一下血 轉回兩寸暗來上血 但是誰知道這個天降呢 天降三寸暗 直接幫我秒他 OK 這些天降就是好天降 不多不少 三寸暗 加上五寸暗 不倒死啦 而尾爾的BOSS 就是時女神啦 一個都輕鬆東西啦 假如是燒暗的話 就開回惡狼技 燒光就... 都照開了惡狼技 開完再開... 暗技呢 這一回合都可以轉回最大火力啦 基本上隨便轉回三回合都...都秒的啦 而輕減LOOP又可以開啦 就繼續開啦 惡狼技的繼承技 輕減LOOP 千萬不要停啦 畢竟後層的怪呢是痛啦 所以開完技就穩陣些 對心珠的需求都不會特別大 OK 那這裡轉多兩個回合 就有秒啦 BOSS關啦 BOSS關正路以剛剛的打法 來到這裡還有1500秒那麼多 1500秒是成...多少啊 除回60是20分鐘 20多分鐘 我還有... 差不多20-30分鐘啦 所以是完全夠時間啦 好 講回先 第一回合是要轉回2寸暗啦 千萬不要轉太多 3寸暗就走貨了啦 盡量控到... 剛剛緊半血 對了 可以打 第二回合先轉回最大火力 3寸暗之下可以打到... 近乎死啦 好 然後... 最後他會... 回血 再來個... 無下盾 輕鬆的東西啊 我們開回惡狼幾吧 順便加上天降 然後轉個暗的串燒 加上... 貫通 10屍之下可以先上去先 火力不錯啦 3啦 3之下呢 就可以儲幾啦 應該是草珠 好像我這樣儲回暗珠和火珠 就OK啦 最後一下 就... 戰機 戰機之下都是轉回... 3寸... 2寸都夠啦 3寸是過多啦 但是BOSS啦 就不限珠啦 好 打完BOSS還有... 1300秒 抽什麼都OK的 這次我是抽光啦 個人是想抽水的 但是... 抽光都... 都容易打的 畢竟吃正的屬性啦 我們暗打 光是爽皮的 但可能就打久一點 因為光這隻呢... 就... 硬正一點 好 我們可以看一看... 3寸 對啦 是... 好痕 好難消血的 而BOSS也不小力的 所以輕減盾又就開啦 不要省技 之後就摸一摸 好... 第二下想不到他... 大發慈悲 送我一個76版面 那各位有福啦 可以看一看戰機的 最大火力是怎樣啦 版面是... 沒有記錯 5寸暗好像有 差點6寸暗的啦 唉...死制 差一點點 看5寸暗怎樣啦 5寸暗... 沒有天降暗之下 一下就撥到... 嘩...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嗎 雙惡狼經驗80億以上的火力 神經 好...第二下 這下明明都是10C 但是沒有大把面是很壞 很迫害的這下 但無論如何 這下可以秒的啦 應該說可以過半血啦 畢竟在他輕減盾之下 都不怕這下加攻啦 半血之後大概是14萬...15萬啦 當是15萬的攻擊力啦 而水那隻的攻擊力是... 15萬4千啦 所以這一隊的安全血量是... 16萬啦 當是... 16萬是最好的 好...那半血之後我們用回... 利用回轉轉轉 這下天降真是... 漂亮... 可以... 一下波到這個位置 而這個血線呢 正路轉回兩寸暗先 即是穩陣起見的話 就先轉回兩寸暗 然後... 分兩回合秒是最好的 但我當時是... 經意是想一次個秒去的啦 經意是下定決心的啦 所以我就開了個花指技 打算來個釘珠的助攻啦 誰知道... 神經病 我開完技之後把面沒有珠 白癡仔 真心約次開完技之後把面沒有暗珠 所以是試不到啦 這下可惜啦 最後是迫著開回... 個... 惡狼技呢 都說轉回兩寸暗來... 出血啦 沒辦法啦 但是兩寸暗經意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想假如三寸暗一定可以秒 很可惜啊 這次是... 而最後這下他是... 非常迫害啊 最後這下有個80%盾呢 不是75%是很迫害的 因為這裡我秒又不是 這個血線是太過危險啦 但是最後呢 他也是不忘勇者的精神啦 這個挑戰精神 最後都開回... 個... 戰機的離格適合他 甚至連... 冥底層的路斯基都不開啦 即是無敵盾都不開啦 這下是... 非常之霸氣啊 那結果是怎樣呢各位 我去看一看啦 把面的... 貫通... 三寸...暗 這個火力之下... 是瞄不到的但是... 嘩... 有釘珠啊 釘珠助攻啊 最後這下... 嘩... 他一聲呢 完美助攻啊 沒有這下釘珠我應該炒車了 所以今次的MVP呢 我決定頒給花子 打火師一流啊 最後那個釘珠的... %是太過正了 好... 那呂四次元的時空星號 成功挑戰 剩下的時間是1000秒 即是還有十多分鐘左右 所以基本上是有餘啦 OK 這一隊就是暗戰機的六星編成啦 在三隻六星加成之下來打回女四次元呢 都是蠻好打的 畢竟安全血量夠 火力夠 技能都夠 暫時沒有什麼關係會輸啦 可以這麼說 除非是不斷斷飾 不斷暗珠 我試過一次是瘋狂天國無暗珠 是就這樣被人屈死的 還有一次是前面就迫著開花子技 因為斷飾加上大石的鎖板 所以迫著開花子技 而搞到第十三層是沒有吸收技 而剛巧撞著暗吸收的赤天平神 就有輸一次啦 但假如不是那麼迫害的話 這一隊編成可以說是輕鬆啦 我想假如砌到試了兩次可能都過到啦 好 最後希望各位可以成功挑戰這個時空チャレンジ 一起拿這個時空的稱號啦 OK 最後至於惡狼藍隊什麼時候出擊呢 遲下都會試一下的 好 那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影片的希望可以給大家訂閱啦 我們下影片再見 拜拜